请问受不杀生戒 若为家属做婚姓是否犯戒 开戒持戒的就有开源 吃饭的就开源 决定避免杀生 这个佛讲的 你去买这肉 三斤肉 你没有看到啥 没有听到啥的声音 不是为我杀 这个诗《戒经》里头都说得很清楚 买这种肉 供养你家里面的人 慢慢地让他知道素食的好处 我们这次到古今 住在黎金游居寺的山庄 他这个山庄的范围很大 要用中国的某来算 是三万某 山庄里面的公路 就有十六公里 很大这个山庄 他里面员工有三不多人 完全吃素 这三不多个员工 都是附近十几个村庄里面 招来的 他那是个山 原始森林 中国人常讲 靠山 吃山 靠水就吃水 所以这些人都是打猎的猎人 他现在把他们的猎具收买来了 让他们在山庄里面工作 给他很好的待遇 他可以养家 所以那个地方现在人不上身了 那么最初吃素 他很难接受 吃了半个月之后 他们渐渐成习惯了 现在非常欢喜 那为什么呢 看上去都年轻了 连上皱纹都没有了 吃素的好处有这么多 这才发现 在家庭 度你家人 就要用这个方法 你不要劝他不吃 你吃这个素的时候 你看看 过个一年两年 他看你的健康比他好 看你的容色比他好 看你的皱纹都没有了 他就会来学吃素 你就能度你一家人吧 所以这个李居士 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他度了十几个村庄 而且劝人不杀身 这是个很好的榜样